天赐的声音三世录播综艺 虽然目前直播出第七期 但录制已经顺利收官 因为天赐的声音导演在微博晒了节目 顺利收官后的合影 或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这么快就录制完毕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疫情原因 天赐的声音这类音乐综艺 需要邀请大量飞行嘉宾 受疫情影响 邀请嘉宾变得困难 所以一旦嘉宾确定 就要加紧录制 录制进度自然变快 这对观众来说也是好事 录制收官意味着 天赐的声音三颗已完整播出 不会出现看看看着突然结束的情况 除了晒录制收官合影 天赐的声音导演 还晒了周深送给他的礼物 一张签名照 一张签名实体CD 看到礼物的那一刻 非常羡慕 毕竟周深的照片 实体CD很容易获得 但周深签名的很难获得 更何况周深签名的照片上 还是有周深对导演的感谢 可以算是量身定做的礼物 粉丝以及歌迷 可能做梦都想获得这样的礼物 可惜难度实在太大 而在羡慕之后 却有些失望 因为周深签名的实体CD 还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周深的身 而不是周深一直在准备的第二张专辑 从去年开始 周深就立了一个flag 要发第二张专辑 为了这个目标 周深去年很少参加综艺 主要是以参加各种晚会为主 可即使如此 第二张专辑并未在去年发布 到了今年周深既参加了 天赐的声音又参加了奔跑吧 还都是以常驻嘉宾的身份 说明周深的时间变得充裕 也说明周深的第二张专辑 应该接近尾声 所以一直在期待周深的第二张专辑发布 尤其期待实体CD 当看到天赐的声音导演 晒周深送的礼物 看到礼物中有一张实体CD时 非常兴奋 认为很可能是周深第二张专辑的实体CD 可结果发现并不是 作为歌迷 比起周深参加的音乐综艺 演唱的OST 更看重周深的第二张专辑 因为音乐综艺大部分是翻唱 虽然周深的翻唱很好 甚至可以让翻唱的歌曲出圈 可再怎么翻唱那也是别人的歌曲 想要有自己的特色 就要进行改编 可改编有时候吃力不讨好 即使改编得很好 或许也得不到认可 比如玫瑰少年 OST则要好一些 但也有限 因为OST几乎都是根据影视剧量身定作 而不是根据歌手 周深的实力很强并且非常全面 可以驾驭各种风格的音乐 非常适合唱OST 这也让周深演唱的OST很受欢迎 有些OST也成功出圈 但翻唱也好 OST也好 都代表不了周深 代表不了周深对音乐的理解 对音乐的感悟 能代表的只有专辑 因为专辑是为歌手量身定作 歌手通过对专辑的打磨 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对音乐的感悟融入到了专辑之中 通过专辑可以看到歌手 在音乐上的成长 可以更加了解一个歌手 而周深这些年的经历非常丰富 实力也是突飞猛进 对音乐的理解感悟 只会比第一张专辑更加深刻 所以从知道周深在准备第二张专辑开始 就对第二张专辑充满期待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第二张专辑的消息 当然或许是我有些急了 毕竟好的专辑都要慢慢打磨 很多歌手一张专辑就要准备好几年 为什么到了周深这里 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他可以一两年就打磨好第二张专辑呢 或许是因为看到周深 几乎每个星期都有OST发布才有的错觉 所以失望只是一时 很快就平静下来 然后继续听周深在天赐的声音上演唱的歌曲 继续听他演唱的OST 专辑的声音响 Q.Ks K.K.K.V K.K.V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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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V